最近一段时间 经常接到朋友的咨询 就是说在老挝 是不是某一种产品 利润真的是有几十倍 一年真的可以轻松赚个几百万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 很早就有人问我 但是怎么说呢 因为如果说太直接的去回答 可能会造成某些不必要的误会 那我在这里的话 我就是通过侧面 来给大家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本身老挝离中国是非常近的 很早很早以前 都已经有人去的老挝 目前在老挝常住的中国人 应该大几十万 大部分的话 都是过去投资经商的 各行各业都有 就是说有这么好的产品 有这么好赚的生意 那这些在老挝的这些经商 不可能说个个都这么傻 没有一个人能看到这个商业机会 这个是不现实的 虽然说每个人的这个眼光和思维方式不一样 但是几十万在老挝的中国人 总会有一些比较聪明一点的 如果说有几十倍利润的产品 那肯定在老挝的大家都发财了 其实现实的话跟想象里面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说呢 就是有这么好做的生意 那作为我来说 那我肯定是先下手为强 我会去把这个几百万赚到首先 肯定不会说马上去发个视频 跟大家说一说 这个东西几十倍利润 一年轻松几百万 那我一年轻松可以赚几百万的话 我发什么视频 有这个时间发视频跟大家分享 我直接去赚这个几百万回来 是不是很爽 所以网络上分享的各种各样的商机 大家的话还是实在要过滤一下 就是选自己比较内涵的去做 因为内涵的话 你可以看到视频里面讲的东西是否真实 是否真的是可以赚得到那么多钱 其实怎么说呢 现在生意什么生意都可以做 但是并不代表什么生意都能赚得到钱 大家一定要仔细地去考虑 仔细地去分析 不要因为一时冲动就马上跑到老挝去 现在疫情期间 出入老挝一次也不容易 进老挝要隔离 大概要花一万多人民币 回来中国要隔离 随便花个几千块 就两万多块 再加上现在老挝疫情的影响 道路啊交通啊都不方便 就是现在去考察 也考察不了什么东西 所以说大家可以先冷静地考虑考虑 不要那么着急 好了 那这一期的话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吧 如果说大家对老挝的话题感兴趣 可以点赞关注 想知道什么东西 可以留言 我们相互沟通 我有知道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不会教大家赚几百万 但是我可以让大家尽量避免踩坑 好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这一期的话就讲这么多 拜拜 拜拜